小S家的母语是英语 可小S应该只会说baby吧 近日 有网友在小S二女儿许少恩的社交平台下留言 询问许少恩为什么平时说英语居多 针对这一问题 许少恩的回答是 因为她的母语是英语 英语说的比中文好 无论是在家还是学校 跟朋友聊天都是英文沟通 网友听完这个回答纷纷吐槽 不是母语 而是茶言茶语 如果她的母语真的是英语 那么网友们的母语就是无语了 咱就是说 这一届网友的点评真的是快准很 只是我们一贯说话直切肺腑的小S 能看得出来她真的忍得很辛苦 女儿们大了 她也一个都管不住 大女儿许西文 她已经脱离家庭 接到了多条广告的拍摄 相比二妹许少恩来讲 她拥有一张高级脸 是三个女儿之中气质最独特的 但是小S的二女儿许少恩 才是那个每天自夸 我最漂亮的 曲少恩在采访中赞叹自己的容貌 样子像起了姨妈大S 最满意的地方就是自己的眼睛 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口 可以从眼睛里看到别人的很多事情 而听到女儿这些发言的小S 竟然也是直接把大写的无语写在脸上 自己的女儿张口闭口都是姨妈很美 难道没有自己这个做妈妈的一丁点功劳吗 这让小S略微感到不爽 但是小S还是尊重女儿 示意女儿说 没关系 你可以继续讲 许少恩这会儿倒是挺听话的 接着就继续夸起了姨妈大S 表示自己常常能从姨妈的身上 接触到很多 关于保养或者是美妆的资讯 越说越起劲 让小S听得越来越不屑 抨击女儿说 学那么多 你是美容大王啊 但其实 二女儿许少恩确实是最像姨妈大S的一位 无论是性格还是方方面面 她都已经是三个女儿中最温柔 最给小S留面子的一个了 小女儿许西恩 仍然就是小S的缩小版 长相没有两个姐姐那么高级和漂亮 跟小S合体采访 句句话都能把小S顶到吃鳖 主持人问小女儿 未来有没有把握 比妈妈小S这个国际巨星还要红 得到了小女儿肯定的答复 当然了 现在就已经比妈妈红了 我已经是巨星了 这个回答引得全场哄堂大笑 就连小S都似笑非笑的差女儿台说 现在还没有哦 你以为这些记者是来拍你的吗 都是因为妈妈才来的 OK 一般话锋都说到这了 无论是开玩笑还是什么 都应该见好就收 可是小女儿并没有 当时就回怼妈妈小S 不要太自恋 小S都无奈地抱怨 你一定要每句话都攻击我吗 真的是出声牛犊不怕虎啊 魔法才能打败魔法 小S这个小女儿的性格 完全就是她本人的翻版 说起话补起刀来 去举不心思手软 作为小S最疼爱的女儿 徐朗三的性格 也是最得到了小S的真传 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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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知道 拉掉了 然后说